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下午,澳職聯繼續展開激鬥 Sigley FC將主場迎戰麥爾本城 麥爾本城目前在聯賽上保持而不敗 還在積分榜上戴緊頭 他們攻守兼備 今次要對陣防守不穩的Sigley FC 麥爾本城可以說是有力大開殺界 另外M直播到期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聯賽上Sigley FC最近的發揮頗差 因為球隊先後輸給布里斯本思考和西式利流浪者 處於兩連敗 同時是今季至今首次的連敗 Sigley FC目前以兩勝一和三負 這個戰績排名聯賽中游位置 雖然昆祥能夠攻入1.83球 算是擁有不錯的火力 但他們防守方面令人擔憂 他們昆祥失球數達到2個 攻守方面有點失衡 另外Sigley FC最近六次對麥爾本城 只取得兩獲 四負這個劣跡 當中球隊被對手攻入14球 自己只是入4球 雙方沒有存在實力上的差距 所以Sigley FC今將不移高估 陣容方面後衛亞歷斯 韋堅信印上幼箭 說回麥爾本城 雖然中場艾頓奧尼爾 已在比賽中後段陰紅離場 今將將要停賽受罰 但是麥爾本城仍是憑著 之前奠定的優勢 最終以2比1戰勝劉卡素噴射機 並且收獲聯賽兩年勝 更令人驚喜的是 麥爾本城聯賽至今取得 5勝1和這個不敗戰績 勝率高達8成 同時球隊至今有16分 高居榜首 競爭力令人信服 另外麥爾本城目前擁有聯賽最強火力 昆長攻入2.33球 當中前鋒之尾 麥卡倫 是擁有絕對的開火能力 他至今場場都有波入 以8個亂賽入球排名神射首榜第一位 今次他將會成為適理FC 後防線上的心腹大患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BGM